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筋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二十多岁的时候是探索成长和学习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则是你会在这条路上犯下的一些错误,这就是你二十多岁会做的事情。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会犯的十五个错误。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第一,不投资自己本身。 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投资自己本身,就是说你不会花时间提升自己的技能,不关注自己激情所在,也不投资于自我的成长。 二十多岁是一个探索的时期,跟现实的世界相比,你的肩膀上几乎可以算是没有担负任何的责任,现在就是你尽量多做尝试塑造自己人格的最佳时机。 人们之所以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有个人危机,就是因为他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有费心去探索清楚自己。 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技能,也不知道要去向什么方向。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让你二十多岁就看透一切,参透人生的真谛,但是你应该为加深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打下基础。 三十多岁的时候你要有很多人生经历才行,但是如果你现在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彻夜狂欢,今朝有酒今朝醉上,那你不久之后就会迎来混乱不堪的人生。 第二,忽视你的健康。 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会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忽视你的健康。 二十多岁正是你觉得自己所向披靡的时候,通宵打蛋之后第二天也能跟没事人一样,宿醉就是稍稍有点头疼而已,腰也从来不疼。 你犯的错误就是你以为自己会永远这样下去,当你处于自己健康的黄金时期的时候,你很难想象自己老了会是什么样,但是人都是会老的,到时候你爬爬楼梯就会喘得不行,中午总想要睡一小觉,熬夜会让你生不如死,如此种种,不胜美举。 而且这情况来得很快了,前一天你还能跑能跳,健健康康,第二天你从沙发上起来的时候,就会发出嘎巴的噪音。 如果你不想要这样,那就要从现在开始关注你的健康状况,至少要达到最低的要求,做点运动,合理饮食,你就会和从前判若两人。 不想三十岁就浑身毛病的话,现在就收敛一点,多在意自己的健康吧。 第三,生活在幻想世界里。 当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人生的主角,对吧? 你活在自己吹出来的彩色泡泡里,除了在自己眼前的那些事情,你什么事情都不关心。 你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了幻想的小世界,在那里你就是绝对的统治者,但是你也不能永远都长不大,对吧? 你不能一直逃避责任,早早晚晚,现实都会找上门来。 有的人说长大太坑了,我们应该永远都做一个小孩子,那生活就成了永无乡了。 听着挺好的,但是根本行不通,而好消息是,只要你处理好自己的责任,那你就还能当个孩子。 第四,完全不冒险。 你二十多岁会犯的另外一个错误就是,你不冒险。 前面我们说过,二十多岁是探索的时期,冒险能够帮助你发掘自己的激情所在,遇到更多的机会。 风险是成长的必要条件,完全不冒险,你就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区当中,会错失很多个人和职业成长的机会。 而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二十多岁你是该承担现实世界责任的时候了,这是学习一些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的东西或开创一项失败率很高的事业的最佳时机。 你年纪越大,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就越弱。 当你背上了按揭贷款或者有了孩子之后,你就冒不起险了,到时候你再对自己三十多岁的生活不满意就晚了。 那么你之前冒过最大的险是什么呢?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第五,不建立人际关系网。 这时候你可能还想不到,你的狐朋狗友们是不会永远在一起吃吃喝喝的。 你需要尽量多认识一些人,而二十多岁就是多交朋友的最好时机。 过了儿历之年的人们都知道,如今再要去认识新朋友有多么尴尬,你要明白,一个篱笆三个装,一个好汉三个帮。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不可能事事都靠自己的。 你总会有需要可靠的朋友在你身边的那一天,你需要有人能帮你打开门,拉你走出困境,你需要有人能供你学习,帮助你成长。 我们知道,那种反社会的,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想法很酷,但是你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 尤其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千万不要拒绝社交活动,除非是让你感觉非常不舒服的事情。 如果你真的特别设恐,有什么事情困扰着你,阻碍了你的社交,或者你也找不到能够引领你的人的话,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社群。 这里有很多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在等着你。 第六,不存钱。 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往往对金钱一窍不通,尤其是如果你身边完全没有人教你这些事情的话,你就更是迷茫了。 这又一次体现了社交网络的重要性。 从我们前面的内容来看,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你能用你的钱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事情,就是存下一部分钱,用它做一些安全的投资。 这个钱的影响力就在于,你有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时长,获得巨大的复利收益。 除此之外,存钱不管数额有多小,都能够帮助你形成财务上的自律,这可是绝大部分人都缺乏的东西。 那时候大家都想要花光自己赚到的每一分钱,因为你才二十岁嘛,你眼里就没什么大事。 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早期就形成良好的理财习惯,那么之后的生活就会容易很多。 第七,不旅行。 二十岁是一个探索的时期,而旅行就能够让你找到新的视角,丰富你的经历。 旅行能够拓宽你的视野,帮助你打开思维,更好地了解各地的文化。 没有什么比旅行能更好地发现自己和了解世界了。 我们不是说,让你在东南亚背包旅行六个月,在城市里休几天假,露营,去不同的国家听演唱会都可以。 任何能让你走出舒适区的事情都可以算作旅行。 有的人喜欢旅行,有的人不喜欢,但是只要你走出门去,都会收获满满的。 第八,你不够自信。 你在二十多岁时会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不够自信。 在权威人士或更有经验的同事面前,我们很容易被震慑到,但坚持自己的主张对你的个人和职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信可以帮助你有效地表达你的需求,明确你的目标,保持自信。 你就可以设定自己的底线,为你想要的东西居里力争,并获得他人的尊重。 换句话说,你要为自己说话,不卑不亢地坚持自己的东西。 第九,不能接受失败。 年轻的时候你就该失败。 你还没有接受过训练,没有技能也没有经验,你就不该想着自己能面面俱到,所以我们才称之为探索呀。 这就是我们对于几年来胡作非为的美化。 你不需要完美的工作,完美的实习,完美的任何东西。 除了那些从小就被刻在你脑子里的东西,你是不可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 失败就是意料之中的,所以你应该接受它并从中学习。 第十,不把关照自己放在首位。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要关照自己。 你觉得等你岁数大点了,你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从前的那些烂账吗? 你用暴力而不是共情和理解来处理你的创伤。 你加快了它吞噬你的速度,让它从内而外地摧毁着你,每天一点一点地蚕食你。 幸运的是,与几年前相比,自我照顾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人们对它的态度也更加开放,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第十一,不寻求帮助。 前面我们说到了自我照顾,但在需要的时候,寻求帮助仍然被视为软弱的表现。 二十多岁的人总是要拼命地证明自己,总是想要自己做好所有的事情。 但有时就是天不随人愿,当事与愿违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怪这个体质。 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每个人这一路走来,都是会接受别人的帮助的。 你应该寻求帮助,主动寻求自己需要的帮助,并不会折损你个人的能力。 第十二,只生活在社交媒体上。 这是新一代才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新的一代才出现的,所以未来多是未知的。 我们都还没有看到抱着智能手机的一代长大成人的样子,所以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你可能会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你可能注意不到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 未来的一代会是什么样子,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十三,你不会和未来做交易。 接近尾声,我们也要严肃起来了。 虽然说你的二十多岁是一个探索的时期,是一个风险很小,不断试错的时期,但是只一味地去随意妄为,是没有意义的。 你所做的一切,必须要对自己产生一定的影响。 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未来的你,会因此而感谢你自己。 不论是发现自己,还是建立良好的财务基础,还是任何能够帮助你个人成长的事情都好。 你都是要给自己找到一颗明亮的北极星。 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经历能够让未来的我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吗? 如果你常常询问自己这个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二十岁不再那么混乱和迷茫了。 第十四,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 你每天做什么,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十多岁是培养将会伴随你一生的好习惯的黄金时期。 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个时期呢? 这是开始培养自己持续不断地做一些小事,慢慢打好基础的最好时机。 研究表明,养成一个习惯,让它实现自动化大概需要66天的时间。 你可以从培养财务自律开始,或者也可以是规律地锻炼,每天读几本书,任何有价值的事情都可以。 你越早养成这些好习惯,就能越长时间地获益。 最后,第十五,不能享受这段旅程。 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可能会犯的最后一个错误就是,不能享受这段旅程。 二十多岁是探索、成长和学习的时期。 享受这个过程很重要,人生是一段旅程,而不是一个终点。 这听起来有点老套,但却是真理。 就算你真的犯了这些错误,那二十多岁也是犯错误最好的时期。 你还是会有充足的时间去重建自己的生活。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这里是对筋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 对筋机遇,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